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为了消灭蚊子也是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比如点燃蚊香 还有就是喷洒驱蚊水 以及使用面蚊灯 可是用了这么多的方法 蚊子还是没有被消灭 可是就在人们如此讨厌蚊子的时候 在广州有一个全国最大的蚊子工厂 这个蚊子工厂每天都放出300万只蚊子 为什么会如此烦人类 这些蚊子放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蚊子工厂里的员工 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分辨蚊子的性别 然后把异性的蚊子都给放在一起 让它们大量的产卵 然后在这些蚊子卵中注射一种叫做沃尔巴克氏体的细菌 这种细菌对人类没有危害 但是这些被注射过细菌的蚊子 再出去跟其他蚊子交配后 交配后的蚊子就会变得不孕不孕 这种蚊子很容易